的确恒指到下周有点急转值 看着指数现在跌幅继续说超过600点 一直在试日内低位 最新是14800点这些水平增持着 一度刚才是穿过的 这是再创超过13年以来的低位 原本早两天看到有些反弹投资者 好像松了一口气 但今天基本上一跌就跌突了 而且跌的股份相当多 升的都是只有200只 市底是十分之弱的 我说这两天跌幅比较大的股份 或多或少都是与业绩有关的 昨天有一只大唐 到今天都继续向下跌 好了 轮到今天我们就找到一只香港宽频 同样都是股价的跌幅很显著 一乘八的跌幅 今天低位就跌到4.63 那为什么要跌那么多呢 为什么要那么弱 沽得那么狠呢 是不是和派息政策有关呢 因为公司出了业势 宣布派息比率就会减的 由经这个调整自由现金流 以前就不少于90%的金钱用来派息 现在就将它降到75% 简单来说基本上就是派息太少了 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个计法呢 就是用一个自由现金流来计算 将金额的百分之减减了下去 那是不是市场的反应要那么大呢 Michael 你怎么解读呢 我想这个先是说计算的方法 计算方法以往大家都觉得 这类型的公司都是一个 现金流很强的一些公司 也将它大部分的收益 会派出来 如果一些所谓的好息师徒 或者觉得他们业务简单而明 都会真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甚至机构投资者 所谓以往的高息股在低息的时间 都会觉得放心 买下去变数比较少 但是现在整个投资局面 或者大家对投资的慰纳诉求 都好像改变了 而它在这个时间 告诉大家 反而如果以往它的股份是调教 主要是给高息股 或者稳定收益股份的位纳 现在它突然说 先是在派息比率缩减 缩减了 大家都会觉得会有个保留 变成主题上改变了的情况下 如果纯粹看回本业增长 它是否仍然有吸引力 或者如果不是 或者不配合来说 大家对这个反应 正如很多的公众股 突然说 或者之前的煤气 我不派红股 或者一些高息股 派惯的 被人觉得现在不派 这个我想 反应会比较上 影响会大一点 股价就看到反应很大 股东投资者就告诉你 真是不太受落了 大行也都随即调降了 他们的目标价 你降了那个派息比率之后 现在在估计香港宽频 2023和2024年的预测股息率 就10厘的 好了 10厘的 就是你拍下去 看下来比起其他的电讯股 10厘的 其实也不是很低息 但是你要看他这个预测 就是要他的基准怎么定 还有他这个 比如现金流 也都会不会随着现在的经济差了 或者其他收入少了 都会有影响现金流 其实都可以分析方面 有些可能是在投资收益方面 有些是在营运方面去计算 所以这也要看入面的 那个细节的推动情况 还有现在你说 因为它的息率 其实也有很多的情况 因为股价下跌 而照做这些息率拉高跌出来 也有这样的元素 但是最重要是看回前景 现在你知道市场 无论威纳方面 或者对渣股方面 都越来越严险越来越挑剔 所以另一方面我都会觉得有少许 其实它不是今天股价才下跌 早前也是有这样的回落 我都觉得大家可能真的对它业务的前景 反而也会觉得开始的增长 或者推动来说 未必那么吸引 因为它现在真的纯终宽品 但现在你看到市场 第一个主要局限本地市场 但在推升 例如5G或者其他一些新的业务的推动来说 它也是有少许过了不前 你说主流只是做宽频 如果它主打没有其他一些新的业务的元素 去加入 那变成了大家都觉得 可塑性也比较低 我相信也可能会成为 可能沽售藉口 也看回现在现在 譬如你展示出来 企业方面的丫头 其实在这些水平的情况下 还有没有机会是否已经见到顶 能够配合到呢 因为以往这个我都觉得 曾经都是它的卖点 很多企业方面的而且是在用香港宽频 但问题是现在的数目 或者其他情况有没有机会增加呢 是否见到顶尾呢 我都觉得这方面的因素 其实都是夹击了它现在下跌来说 其中一个元素